解读名画 我们今天解读法国画家乔治·德拉图尔的名画 乔治·德拉图尔呢 他喜欢呢 画烛光的图画 所以呢 他又被称为烛光画师 并且他很奇怪 他也是他的创意 他画烛光画的时候呢 把烛光啊常常给隐藏起来 把蜡烛给隐藏起来 然后呢 让光发出来 并且他的题材主要是宗教化和风俗化 他利用烛光来创造独特的效果 比如说 右边的这幅图画 圣约瑟 就是耶稣的养父 这幅画呢 现在藏在卢浮宫 耶稣手里啊 拿着蜡烛 一般的圣像画呢 耶稣的头上都会有光圈的 但是这幅画 和其他的画不一样 耶稣的光圈没有 蜡烛的光呢 照在耶稣的脸上 让我们有个错觉 这个光呢 从耶稣的脸上照出来 另外我们再看这其他的画 比如说中间的圣音画 蜡烛被隐藏起来 被手挡住了 然后呢 光线就照在耶稣的身上 他很喜欢这样做画的 这幅画是他最出名的话 是忏悔的摩大拉的玛利亚 根据圣经记载 也根据一些说法 说这位摩大拉的玛利亚呢 原来是一位妓女 受到耶稣爱的感召 她痛改前非 这幅画受到很多教会的欢迎 是为什么呢 这幅画大部分处在 漆黑的黑夜 黑暗当中 代表着这个世界的混乱和黑暗 但是这个玛利亚呢 摩大拉的玛利亚在忏悔 他神态是安详 美丽的脸庞呢 是非常肃穆的 蜡烛被隐藏起来了 被头盖骨盖着 这个头盖骨啊 代表着人类的死亡 所以摩大拉的玛利亚 在思考着死亡 在思考着很多的事情 在默想 一只手拖着下巴 一只手触摸着头盖骨 然后前面有镜子 他反省默想的 这个姿态 完全反映在前面的镜子里面 这幅画受到很多人的欢迎 是因为它代表着 基督教灵修的传统 就是我们要内行 要反省自己 然后这个光亮呢 照耀了玛利亚的脸庞 以及他的衣袖 这是一幅非常出名的话 我也希望大家 我们在黑暗浑浊的世代 世界里面 让我们保持我们的内行 让我们对死亡 也有一些思考 这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那这些画 也是拉图尔的画作 好了 我们今天解读名画就到这里 拜拜